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然后今天咱们来到山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 崩了好大一块呀 因为就是上面 上面这个倒点是别的 然后下面这个倒点是我家的 然后就是上面 因为下大雨 然后上面崩下来 把我们家这个水点都盖住了 而且就是这里呢 是一个水沟 专门流水点 然后就在上面崩下来 然后把我们这个 填这个水沟的水 你全部坏掉了 然后这个水全部 就下雨的时候 这个水全部流到咱们这个田里面 咱们这个田里面有水多了 就翻过那个 就会翻过那个田坎 翻过那个田坎 它雨一定会跑掉 哎呀 其实在乡下 就是崩这种田坎是经常崩的 就比如说下大雨的时候 就会最容易崩这田坎 而且怎么说呢 你看上面那个 上面那一串田崩下来不是我家的 然后下面这一串田是我家的 然后我还要自己去 就自己去搞这一圆 这一圆泥土 然后就把它挖掉 上面是误管的 上面的话就只能说 去修一下这个田坎 然后下面这个 比如说盖着你 上面的田崩下来盖着你的田坎 你自己去把这个泥土挖丢 有点恼火 所以今天就是今天的认为就是把要把这个挖出一个小水沟 挖个小水沟的话到时候水大的话就不往我们这个稻田里面冲 然后到时候这个水位呢也不会那么高 水不高呢 咱们那个鱼就不会跑掉 它这个水量只能这么多 如果你放 比如说满这个水 这个田坎的话 这个田坎也会容易奔的 所以说这个水不能放太多 看下面就是有一点 那个泥土搬到咱们田里面了 这个就不管它到以后再来挖 我先是想在这里挖出一条那个水沟 这里本来是一条水沟的嘛 然后把它挖出一条 然后到时候 它流的话随便慢慢流慢慢流就慢慢冲这个大沟来了 水大的挖上 上面的水就全部往下面冲 还有那个水沟的水全部往这道铁里面冲 到时候把这个田的搞垮了 把铸头都已经拿过来了 来这个房门 哎呀挖这样泥土的工具 还带了两瓶水 让它口渴 开工吧 看挖这么多了 也差不多挖完了 然后还剩这么一点点 就是先这样挖一点点 然后到时候它那个水不是流水吗 水流大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冲 慢慢的冲这个水沟 它这个 这个地方会变大的 它这个泥土会慢慢的被冲走 这样它这个水沟就慢慢的变大了 太热了 如果不挖一个小水沟的话 它那个 它水流不走 它这个再怎么水再怎么冲 它也不会冲成一个小水沟的 所以要需要人工去挖 哎呀 已经完成了 看下挖来成了小 小水沟 这样挖的话流水就 哎呀 好累啊 花了一个下午 现在是 七点 六点钟 快七点钟了 然后咱们也准备 收拾东西回家了 做那个挺累的 哎呀 今天还是 虽然很热 但今天就是 有很多云 然后遮住那个太阳 感觉没那么热 我想吓东西一点 就回去了 哎呀 哎呀 搞了一身 一身都是泥了 回家了 哎呀 看我要爬到那个山顶上面 这里是山脚下了 老年